美国空军为何要大幅度削减战机的数量 这其中有何深意 对美国将有怎样的影响 美国空军未来的规划如何 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中国应该如何从中有所学习 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 这就使中国在很多方面对美国形成反超 并且在军事领域 中国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强大 这就对美国构成了巨大威胁 因此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并想尽各种办法来对付中国 我们都知道 美国为了应对中国歼20的挑战 就对自家的战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但大幅度削减自己战机的数量 而且连自己最先进的F22战机都要进行退役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美国为了对付中国真的是拼了 此前据消息称 五角大厦公开美国2023会计年度预算提案 美国空军除了提出2341亿美元的要求外 更打算计划淘汰33架福罗里达州 听道尔空军基地的F22战机 消息还指出 只要美国国会点头被淘汰的33架F22战机 就将被送往亚里桑那州 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进行销毁 这将使美国F22战机的总数 从186架缩减为153架 此外消息还称对于美国计划退役33架训练用的F22 以便可以让其战训衔接更加迅速 但是有专家对此表示警告 说这将导致能实际参与作战的F22进一步减少 未来最多只能确保27架F22战机随时出现在战场上 除了以上的 美国对于空军的改革还不仅如此 据空军杂志指出 美国空军可能在五年内削减多达1468架军机 但仅仅只会采购467架新机 这所带来的后果将导致 美国整个军种的机队规模缩水超过1000架 此外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数字与美国空军提出的 2023财年预算需求有所不同 该军种签前表示 有意在2023财年退役包括21架A10攻击机 33架F22战机 15架E3空中预警管制机 8架E8目标攻击雷达系统 12架C130运输机 13架KC-135空中加油机在内的150架军机 再将100架MQ-9无人机移交到其他政府部门 并采购33架F35战机 24架F15EX战机 15架KC-46A空中加油机 10架HH60W搜救直升机等82架新机 总计失去250架 新增82架 对此有专家指出 美国之所以要大规模退役老旧设备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省开支 以此来将资金集中 准备用来对付中国等强大对手的 各式先进技术 但是对于美国如此大到阔府的改革 这将很有可能会使自己陷入 轻狂不接的窘境 此外 对于美国空军这样的行为 美议员废雪指出 它并非不允许美国空军退役军机 因为美国空军这样的行为 将对剩余的现役战机部队造成过大压力 另外美国议员废雪还批评包括国家安全战略 国防战略 核武态势评估 飞弹防御评估等最重要战略文件 都是到4月初才以机密文件的形式提供给国会 这就导致议员们无法充分研究和讨论 从而大大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监督能力 然而对于美议员废雪的言论 美国空军则拒绝对废雪所言 与预算需求之间的差异发表评论 仅仅发表声明称 更详细的计划将会在后续稍晚时公布 随后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 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重申 五角大厦希望特意无法于高强度横突中生存 且维护费用高昂的设备 以投资对未来作战至关重要的新能力 但他们也承认美军的战力需求并未有所减少 故因军机退役而出现的缺口 确实将构成风险 确实从以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美国在战机的改革上是有些杂乱无章 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空军造成巨大影响 因为美国在对战机的改革中 没有完全考虑实际的发展情况 从而直接对战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将会使美国空军在战机的使用上 将很有可能会面临短缺的情况 而且在短时间并无法很快进行改善 因为这可能也是此前美国在战机的研发中 没有考虑质量 只注重对战机数量的增加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的预算不足 导致美国空军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 因此才不得不对战机进行改革 以此来淘汰一些老旧的战机来完成新老交替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美国空军有更多的耐心 以便可以更好地完成新老更替的改革 这对于美国来说也将是一个漫长的阶段 但是在另一方面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空军对战机进行改革 将是美军建设发展的重要一步 从表面上看 美国空军削减了大量战机 削弱了其作战能力 但是这些推移战机中 涵盖了大量的老旧机型 包括最早批次的F22战斗机 老旧的A10攻击机 以及F15CD和F16CD等早期型号战机 而且美军在削减战机的同时 也列出了新的战机采购计划 以此借着采购新战机来取代推移的战机 这也将会大大增强美军战机 在载弹量 航程 以及电子战等多方面的实战能力 所以虽然美国在未来几年内 将会在战机发展上面临较大的问题 但是一旦美国完成战机的新老更替 这就会使美军拥有更多技术水平 更先进作战能力更高的战机 这对于美国空军作战水平的提升 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 对于美空军未来的发展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美空军未来将朝三个重点方向发展 就是研发主战飞机 发展战略轰炸机和无人机 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持 与其他国家在空中力量方面的优势 以此来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地位 然而这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对于美国来说也将是巨大的挑战 因为一次性要进行会议如此多的战机 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美空军的战斗力 因为其削减的战机数量 远低于其购买的战机数量 因此这也将会对美空军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 对于美国的自费武功 大幅度削减自己的战机数量 这对于中国来说反而是机会 这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帮了中国的忙 因为中国可以趁着美国在进行战机改革的 这段时间内抓住这个时间差 以此来壮大自己的战机数量 这就将使中国有机会赶上美国 使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将有更大的底气 并能够加快实现对美国的超越 给美国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 并在于美国的较量中将占据更大的优势 对于美国空军面临的困境 中国确实也要引以为戒 并且更加有清晰和明确的发展计划 实事求是 以实际情况出发 这就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促进中国空军的发展 现如今 中国就需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加快实现对美军的超越 对于中国空军未来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